在中越边境崇左市宁明县城西北约25公里的明江东岸 一幅幅奇轨炎化汉人心魄 2016年7月15号 左江花山炎化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实现中国炎化遗产 广西世界文化遗产 壮族世界文化遗产三个零的突破 崇左市宁明县文化遗产 文物管理所所长 中国炎化学会常务理事朱秋平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畅谈花山炎化保护等相关议题 千年花山之谜一直广受关注 炎化产生于什么年代 创作者是谁 如今都仍是未解之谜 我们通过器物比对的办法 发现这些器物它是战国到东汉时期 我们那个壮族的先民使用过的 你比如说这个环手刀 当时在战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道具 还有扁镜短剑 特别是那个阳脚钮中 那个是拿着敲的 是一种液气 敲打的液气 在我们广西很多地方有出土 出土过文物 这个就对我们研化的年代的判断 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帮助判断的一个作用 我们就是踩了崖壁上 就跟研化关系很密切的一些 那个那个时钟 我们80年代采了好像是9个样品 测出的年代是2600年左右 也就是战国到东汉那个时期 我们最早的一个史料是可以查找到南宋 李时写的一个序博物词里面 它讲到相关演化的一些事 二广深西石壁上有鬼影 就是我们两广 这个河流的两边的石壁上有鬼影 鬼影制的就是这个研化 所以我们通过民族学 还有历史学进行研究判断 在这一带 我们整个左江流域在这里居住的 是我们壮主的县民 落叶人 当时就有条件 作画的应该就是这一个族群 《花山演化人像》中 有正身和侧身两种姿势 人像均为两手曲轴上曲 两腿半蹲的蹲式人形 既像练兵习武 又如狂舞欢歌 其中最核心的一幅画 位于绝壁的正中 画面上是一个配有坐骑的蹲式巨人 高三米多 只见他双腿插开 屈膝而立 腰挂还手刀 头戴兽式 双臂高举 而物像中有的四马 有的四狗 还有铜骨 羊脚扭钟 刀 剑 船 太阳等图案 我们曾经通过一个仪器来测绘 发现我们顶上最悬出的这个点的一个位置 垂直下来它跟我们这个崖壁的一个最大的距离达到32米 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距离只有两三米 触手就可以碰到这个崖壁 它不是这样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垂藤条来做这么大的一个绘画工程也是不现实的 因为它是个副擎甲 所以攀爬在这个点里无论如何攀爬能力多强的人是难以实现的 那么之前还有说是不是洪水长起来坐船来画 只要长那么高的洪水 这人逃命都来不及 所以洪水来了浮船的办法来做画的可能性也基本上是不能够实现的 所以后来我们通过这种排除把这些都排除 那只有一个什么办法可能性呢 就是应该是打架子 我们在04年也是打了个架子 就在底下那个很宽的一个平台来打 也才打了20多米就基本上是打不上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竹子它的承重 承重是有限的 然后主要是崖壁 它是负禽角 你打了20多米之后 它已经是顶住了 你想再往上打的话 你要往河面扩展了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想啊 这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县民呢 它这种打架子的技术应该是非常的高超 不懂得它是怎么大的这个架子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认为它打架子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因为岩化的载体是灰岩山崖 属于喀斯特地貌 容易发生风化开裂 山体渗水也容易在岩面上 形成钙化覆盖物 把岩化覆盖 山崖上经常有老鹰等动物筑巢 使得岩面受到污染 近年来中国各级单位纷纷进驻 开展花山岩化病害机理及保护治理研究 首先是这种岩化载体的这种山崖 它是一个灰岩 是一种卡斯特地貌 它很容易发生这种风化开裂 然后很薄的石片掉落 所以就研发了一种材料 叫做水硬性石灰 就把这种啊 也叫做蘸接材料 把它灌注到那个开裂的一个部位 它们的相容性非常好 所以我们通过这十多年来这个保护 这种风化开裂的这种病害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花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遗存代表之一 出现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画卷上 2014年贵阳国际研画年会期间 世界顶级研画专家敏纳克什博士 和其他九位与会外国专家冒着佐江洪水 乘坐冲锋舟来到花山跟前 岩壁间满眼者红色的研画图像密集而壮观 令他们惊叹不已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外研画领域专家 学者慕名前来走访 找寻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文明密码